就這樣走了 我們卻依然愛著 彼此披著真情的余晦 像星空傾訴盡頭 同在屋簷下的愛 淹沒所有的無難 黑暗中綻放的笑容 可依然鮮花盛開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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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屋簷下的愛 人間真情的尋尬 明天的幸福不是嗎 讓我們擁抱 我愛 靳燕 怎么样 这算将空不过吗 太好了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子萱 这东西你从哪找到的 这个呀 这个我是通过我爸的关系认识的 不过人家看重的 可是我们所里的实力 所以才把这个设备给我们的 主任 你看你赶紧安排个人 然后咱们去那边的公司 把这合同拿下 这样呢咱们所里就很快地运转起来了 子萱 我打算把这个项目交给你去做 交给我 这 我能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我早就说过了 我信任你 再说了这是你的关系 没有谁比你更合适 没有谁比你更合适 主任 你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好 我儿子生病了 我刚才跟所里请了一周的假 所以子萱 这一周你要辛苦点 尤其这个想要多多伤心 反正有不明白的问题 多向小青他们请教 子萱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虽说我请了一周的假 但是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主任 您儿子得什么病了 没事吧 我儿子得的是白血病 现在需要合适的骨髓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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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么严重的病啊 那 那我能帮你点什么呢 那 那我能帮你点什么呢 拿下这个箱子就帮忙 诶 佳佳 这是我们新来的员工 请帮帮帮到人事部一下 没问题 好 谢谢啊 祝贝 好 佳佳 鼓探 你是不是去过我家 是的 不过我 你不过什么不过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个狐狸 竟然敢去找我妈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你以为你是谁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放开我 你 你不要脸 你也不要脸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重 你敢去找我妈 下次我一定打死你啊 别碰我 你自己给碰你 我没有破坏你的家庭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你少装好人 我告诉你 这事不可能完 你干什么 你少碰我 进去 喂 什么 我太太在派出所 我 说吧 你为什么打他 还有你 你预备让他赔多少医药费 他破坏我家庭 勾引永福之福 上门的原配大闹 所有教训他 他赔了医疗费 我一分无药 我希望办法就这样算了 算了 你是怕我把你的糗事说出来 让你脸上挂不住是吧 那你就说说看 这位小姐怎么着你了 是破坏了你的家庭呢 还是破坏了你的婚姻 就他这点姿色 还想勾引我老公 看看这张脸 对 你都疼我了 我告诉你 你如果再这么着 我绝对把你行政拘留 你没事吧 要上医院吗 不用了 我不打算告他 警察同志 你就让我走吧 我公司里还有一大堆事情 要打算处理你 你还打算回公司啊 你这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潘佳佳 你勾引我爸 不就是觉得我们家有钱吗 行 你开个树 姐一次给够你 你给我滚出账 骆泥 请你不要拿钱来侮辱我 我虽然喜欢你父亲 但那也只是欣赏 我跟他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他我的暗恋人的权利 都没有了吧 爱情 你也配说爱情 我爸比你大了快三十岁了 难不成你缺少父爱心里扭曲 对了 对了 你好像是个孤儿是吧 从小就被抛弃了 难怪口味这么重啊 好了 好了 你这样说话 他可以告你 人权侮辱 外加精神赔偿 今天 他勾引你爸或者没勾引你爸 我不知道 也不归我管 但是我看到你打他了 而他没有还手 男嘉佳 我现在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警察同志 他赔的钱我一分不要 我就想现在走 他当然不会拿我的钱了 白白浪费了一个 给我爹上演苦入计的机会啊 好了 事情我都了解了 你可以回家了 好 哎 不过你 坐下 等你老公过来保释你 我不能走啊 因为你打的是他 受伤害的是他 那他破坏我父母家庭怎么说呀 如果你确切他破坏你的家庭了 那么 他去你的家里大闹了吗 他去损害你们家的财务了吗 如果是这样 你拿出证据 到我们公安机关来 我们立案侦查 可是 如果不是 是出自他个人的喜好的话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江蕙 如果我有事情瞒着你 我没告诉你 你会怎么样 那我看什么事情 如果你真的坐牢 伤害我跟蓉蓉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原谅你 但是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不会的 请进 晓月 晓月 你怎么来了 快快快 进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专门的新同事李子萱 这是我太太 嫂子好 你好 你看他拿那么多东西 快帮忙 太客气了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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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倒给谁 谢谢 坐下 谢谢嫂子 孩子怎么样了 一直都挺虚弱的 找不到合适的骨髓 要不这样吧 要不这样吧 主任 咱们呢 上网发一条微博 看看 有没有能帮助的人 没用的 隆隆不是名人 帮不上忙的 家伟 人家刚到单位 好好照顾人家啊 嫂子 你放心吧 主任 他特别照顾下属 我经常办一些错误 都是主任一个人扛的 就是 害得主任 差点连奖金都没得拿了 就提什么奖金 给嫂子弄着 嫂子 你有一个这么有担当的老公 你一定很幸福吧 是啊 要不 家伟 你们俩来了 我去办点事 好 慢慢走 小伙伴 再见 再见 出来 别老那么客气 怎么回事 你老婆打人被抓了 来 签个字 你打谁啊 就那个小秘书啊 我今天去他们公司 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看他以后还嚣张 不管起因是什么 打人总是违法的行为 不然 你现在就不会待在这里了 那现在秘书呢 被他放走了 男人总是这样 看到楚楚可怜的女人 就没有抵抗力 你这小小子 你怎么说话的呢 明明打人的就是你 人家不但没有告你 你反而侮辱人家啊 我都看不下去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老婆年纪小 不懂事 你就别往心里去啊 我现在把他领走 免得他在这里添乱 去 等等我 签个字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喂 江浩 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冲动 说话不经过大脑 做事也稀里糊涂 但是这次我真不觉得 我真不觉得我有什么错 我妈在软椅乡 我妈在软椅乡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她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她为了谁 我要求我爸对我妈专一 这有错吗 这不光是一个男人对感情的责任 更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吧 更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吧 我妈她已经残疾了 我们就不能再让她的心受到伤害了 对 我知道你不赞同我的做法 但是我只能这么做 要不然我会觉得对不起我妈 这些你能理解吗 我理解 真的 我知道你跟你妈感情很深 所以我不怪你 这事 就这样吧 别跟你妈说 喂 江浩 你答应我有事情你做了吗 我在等你消息 我早上有点忙 耽误了 你该不会后悔了吧 怎么会呢 罗罗现在身体很虚弱 他要做的 请你要帮我 我在开车 晚点联系你吧 谁的电话呀 同事 那你表情怎么有点奇怪啊 听声音是个女的吧 别一声疑鬼吗 你要信任 是你自己做贼心虚吧 该不会是李婉婷吧 拿我看一下 我不喜欢你这样 夫妻之间要有最起码的尊重 你干吗呀 每次提到李婉婷你这么大反应 别太敏感了好 送我回家 我要去看我妈 洛妮打你是她的不对 我做父母的带她向你道歉 可你跑到我家去找我太太 这算怎么回事 你这样做事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洛总你要相信我 真的没有跟你太太说什么 你这样去见我太太她怎么想 我巴掌嘴都说不清楚 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 我只是想你看看 想看看那个让你抵出又或一再拒绝我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倒是看见我 你倒是看见 可她病倒了 洛总 洛总是我的错 我去医院 我跟她道歉好不好 行了 只要你不再来打扰我的生活就行了 喂 洛总 喂 您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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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不理我 从小妈妈离婚了 把我放到爷爷奶奶家 就再也更好 直到我遇到你了 你告诉我 让我一笑着面对这件事情 你 是不是 你也不理我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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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你那儿躲躲了 躲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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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以为要咕咕咚咚咚咚咚 你们刚躲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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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在 你怎么没去 我知道你很着急 我知道你怕我反悔 但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是肯定会去做的 我也想要安安静地等你 不来烦你 可是隆隆等不了了 蒋昊 你可以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会去吗 我会去做谷所配鞋 我会救大龙 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 我得安安排好我妻子的事情 我才能去啊 这事绝对不能让她知道 她要是知道 肯定会闹得人仰马翻的 小妞 开门了 小妞 奇怪 说好了一起轻声 小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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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小妞 你别吓我 小妞 我也是一二零了 出大事了 有人自杀了 有人自杀了 来 插护馆 准备席位 请 家属在外面等啊 主任 求求你了 一定要救救我朋友 求求你了 我一定会见你了 我一定会见你了 你陆思诚 我倒业好吗 好 这个 那个啊 朗婷啊 你今天下午跟我说 如果你欺骗了我 我会不会原谅你 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们出去说 家伟 有一件事情 我要向你坦白 你说 我刚刚从江浩的办公室回来 现在只有江浩 才可以救龙梦 你什么意思 他找到何事骨髓了 说呀 怎么了 你还记不清了我的好朋友露露 当年我们为了要怀孕 我们俩去他工作的地方 那个神职研究所 做了两次的人工受亲 结果都没有成功 你还记不清了 因为如果说 你的金子存不虑太低了 我根本受不了胎 我那个时候给你提议 收到金子库里面 选一瓶别人的金子 我被你拒绝了 我被你拒绝了 你说下去 家伟 对不起 说下去 对不起 我跟陆湘商量完 结果就掉了一瓶别人的金子 家伟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当年想要当妈 我想要怀孕想碰了 我 我这么说 你是因为爸妈想要抱孙子 对不对 对不起 我想当妈妈 我想要 我想跟别的女人一样 肚子里面有怀孕的感觉 你是说 我儿子忙了 我儿子 跟我老婆一起 是 龙龙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家伟 龙龙永远都是你儿子 我本来没有法转告诉你 但是现在龙龙病了 必须找到他的亲生父亲 我必须找到龙龙的亲生父亲 才能救他 我必须找到龙龙的亲生父亲 才能救他 家伟 我最近才知道 骄傲是他血缘上的父亲 我 当年龙龙骗了我 他用了骄傲的精子加我 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晚天你怎么可以这样骗我 爸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居然一直骗我到现在 我这么疼 这么爱的儿子 只要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对不起 赵伟 对不起 赵伟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赵伟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怎么可以骗我的 我没有要骗你 但是当时我没有办法 我跟你讲实情 你不会做的 我是为了这个家 我的爸妈 他想抱我孙子 都要顾及你的颜面 所以我就骗了你吗 你顾及我的颜面 你这是顾及我的颜面吗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尊重过我的感受吗 你尊重过我的感受吗 我是你什么人 我是你老公 我是跟你 我是跟你一辈子 在一起的人 你骗我 不是我的儿子 我那么疼 那么爱了 你今天居然跟我说 我跟他没关系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要不是我生命 这个秘密 我会永远保留下去的 我们俩爱欺负她 家伟你不要这样啊 家伟 我问你 你姐骗我 你为什么不骗我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告诉我 为什么 你还不如骗我一辈子呢 你不要告诉我事情好不好 你为什么 对不起 我不是要骗你的 家伟 我真的是为了我们 我真的是为了这个家 我从来没有背叛你 真的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 家伟 我没有背叛你 我很爱你 既要不是冷落生病 我没有 你不会知道 是欺骗 对不起 没有 你的就是背叛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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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是为了救龙龙 就算你是为了救龙龙 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家伟 我真的不会原谅你 家伟 我一辈子会恨你的 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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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的 婷婷 婷婷 你怎么了 妈 没问题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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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吓唬妈婷婷 婷婷 你没事吧婷婷 大夫 护士 护士来帮忙我 闪妞 你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呢 要是我再来晚一点的话 那多危险呀 我是不是能救我 你说为什么呀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小妙 你知道吗 你今天在这把我给吓死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总是被抛弃的那个人 以前爸妈想说不要我 但我初恋男朋友也把我给甩了 现在洛明也不理我了 小妙 你还有我呀 你别这么想你自己没有的 你想想你现在拥有的 你才二十多岁 你至少还有五十年呢 你现在就死了 那以后的大富大贵 甜蜜生活 你都不去享受了 那多可惜呀 这美好的明天呢 未定会更美 但更美的明天 一定会到来的 知道吗 江志仁 你好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好 给她多喝点水 还有 你跟我出来 我有事要跟你说 好 好好休息一下 让我一下 江主任 今天晚上多亏而已了 别客气 我想问问 你朋友是不是有抑郁症啊 没有吧 没有吧 她最近就是遇见了一点感情的挫折 才会做这样的傻事的 负面情绪过多 要进行危机干预 要不然 你救了她这一次 救不了她下一次 找找病根 如果不行的话 你可以带她去我们院的精神课 好 我知道了 谢谢您啊 不用 这谁啊 谁啊 出去去 怎么了 什么 我知道了 好嘞好嘞 我马上过去 你别着急啊 好好好 好嘞 怎么回事啊 医院那边可出了大事了 啥大事 那个婉婷给晕过去了 还发着高烧呢 就那老怪物 怕传染大龙 让我赶紧过去 你在说啥呢 别老怪物老怪物了 听了又要吵架 我是跟你说 她在医院她能听得见吗 你说 去 哎呀 那我那我跟你一块去 哎呀你就别跟我一起去了 外面挂他疯呢 你那个什么 你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 问情况是到底怎么回事 我进去换个衣服 好不好 你快点啊 好 您好 您多打个电话暂时无法接 联系上了吗 联系不上了就是打不通啊 不可能呀 天天 醒了 妈 你在这儿啊 我刚昏倒了对吧 你都吓到妈妈了 医生说啊你血压低 又受了一些疯寒 妈早就跟你说过 要是淋了雨 一定要擦赶紧再出去 你不听 你看看 现在好了 人呢 你别动别动 龙龙没事 你公公婆婆在楼上陪着她呢 你放心吧 妈 婷婷 你是不是跟家伟吵架了 妈妈刚才碰见她 她里都不理我 所以我 妈 你不要问我 我现在不想说 妈妈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妈妈真的好心疼 有什么事跟妈妈说 好 请电话 婉婷 妈妈 你怎么下来了 龙龙呢 龙龙啊 得一帮小孩玩呢 没事 对婉婷啊 你是不是跟家伟吵架了呀 婉婷啊 家伟现在不知道她跑哪去了 我一直打她手机就是关机 家伟来电话了 姐姐 喂 家伟啊 你跑哪去了 你不是请了长假了吗 好好好 那既然你所里忙 你就好好工作吧 家伟爸爸 我跟家伟说句话 好 家伟啊 喂 喂 喂 挂了 我再打一个 算了 让她忙吧 好 你 家伟 让我告诉你 她宿里有急事 所以她就赶过去了 好 昨晚上她睡都睡在办公室 没关系 她她她她让你别挂念她 爸 没关系 你就让她去忙吧 她真可以当劳模了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你 我说她爱岗敬业 值得学习 这是表扬她的话 太好了 家伟啊 这次你能够回来亲自去外地谈那个项目 真是太好 儿子的病情怎么样 是不是找到合适骨髓了 骨髓 没找到 我在家陪儿子 也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 鎖里的事情啊 一直让我放心不下来 所以我还是想 先把这批事给谈下来 我才能够更加安心地在这儿陪儿子 太好了太好了 小点 我真没看错你 有上进心有责任心 不愧是鎖里的顶梁柱啊 这样吧 这次你带子萱一起去 这丫头好像挺崇拜你的 正好教教她 好 好 等这批项目谈下来以后 我特批你一个假期 让你好好地带孩子看病 谢谢啊 小跳 来 吃东西了 我没有口 都两天了啊 你这自杀未遂 你感觉失了是吧 子萱 我觉得我的命真苦 你说 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理想中的男人 有责任感 有事业心 待人也很善良 可是他是有家事的 小妞 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 不用了 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 要干出一番事业 让同事们就刮目相看 那就别犹豫快去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你可以你还躺在这儿 死都死过了 还有什么不能割舍的 妈 华婷啊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我来晒 您休息啊 婷婷啊 一会儿等你把衣服晒完 我们一块儿去医院看看容容吧 知道了 爸 我说你小子怎么才回来 医院这两天那么多的事 你跑哪去老公年 爸 最近所里头 忙得我是焦头烂熬的 我回来 我得马上走 所以让我出差 得走两周吗 我去收拾东西 你给我站着 你怎么回事 龙龙现在病成这样了 有你这么当别的吗 你们所里就 就没有其他人了 非得你要去啊 难道工作比亲儿子还重要 爸 你千万别生气 我也是没办法 我所里头 要引进一批上百万的设备 我是主任 我不能不去啊 爸 没关系 就让家伟去吧 家里有我 还有您跟妈 帮着照顾龙龙 没事的 家伟是男人 忙事业应该的 来 给我 我帮你收拾行李 我自己可以收拾 我自己来 我帮你备了一些药 放在这儿啊 还有 这个解决药也放在这儿 我不要 家伟 你跟我说说话行不行 家伟 你也漆网好不好 睡 那个 好 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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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九人 拜拜 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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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送餐的呢 你有什么事 进来说吧 不了不 我就一句话行了 这是我起草的合同 你看一下 看有什么一路都没有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等定了 好 你好 请问是你这边订你餐呢 没错 来 这边来吧 主任 要不这样 你也进来吃一点吧 喝点红酒 我注意睡眠呢 不不不 你慢慢享受吧 要麻烦帮我签下单子 谢谢啊 那行 那我过去 主任再见 好 好 谢谢 谢谢你 好 这人还挺不错 可以 就是不太会享受受我 不太会享受受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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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